让女人心甘情愿陪你睡的六个方法 你知道几个 男人想让女人投怀送抱 总是会想一些办法 但是很多男人不知道 有时候想睡女人是有套路的 网友小王就分享了她的经历 小王是个单身汪 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直到遇到了小美 觉得各方面都是她满意的类型 同样的男性和阿蒙作睡 想和她睡怎么办 小王很苦恼 小编为大家总结了几种 第一种穷追不舍 不见兔子不撒婴 这种男人对待女人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像炖汤一样 小伙慢慢熬慢慢炖 一点点的去逐步升温 但是要有一种净盛 就是不见兔子不撒婴 只是不要超自过急 这样的话这个女人迟早都是你的 不然的话你过早的表明自己意图和想法 会让女人对你产生警惕 然后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下手了 第二种自我反省自我改进 这种做法就是需要男人去征求女人的意见和建议 这样的不断改进 改成女人需要的样子 这样的话 好感也就逐渐来了 男人在改进的过程中 要保留自身的特赦 不要因为改进和对女人的爱 而失去了自我 那样等你想追求到女人到手之后 你却发现你不是你了 所以你要做到既保持了与动不同 又把自己对女人的改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这样就对女人产生了自命的吸引力 你觉得你还睡不到她吗 第三种 其祸可居 不要主动自降身价 这种做法就是男人要保持自己的身价和品质 不要主动自降身价 要自己感觉其祸可居 如果你主动降低了身价 那么女人可能会更看不起你 甚至倒蔑视你的存在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想要的 你轻易地就投怀送抱了 那么还会有人珍惜吗 所以男人一定要让女人感觉自己得不到你 然后想方设法地想要得到你 自然而然江泰公钓鱼 院子上钩 还从女人不是你的吗 第四点 心态很重要 男人嘛 不要把一个女人放在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 心态要保持好 不要因为她是你喜欢的人 只要从你身边走过 你就像平静的湖面 积起千层涟漪 然后小兔乱撞 你表现出的极其不自然 这样的你又怎么可以完美地表现你自己的魅力呢 第五点 若即若离 若有若无 其实一个很常见的道理 即使一件商品不是很粗重 不是很特别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去排队购买 那么这件商品很有可能就变成了网红 成为了热销产品 所以你也可以做到 你可以制造自己被很多女人追求的假象 最好就是不止一个女人在追求你 这样你喜欢的女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加入追求你的行列 到时候你懂得 一个顺水人情就把已经垂淡已久的女人拿到手了 第六点 可有可无 平等对待 大一牺牲 大象无形 你可以将女人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 女人也就不会致命清高 最起码 这个女人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听听你情感表达 不会再距你千里之外了 感谢观看